一切有违法,如梦幻泡影,如路易如电,应作如世观。 作词 文化,如梦幻泡影,如空画,如梦幻泡影,如梦幻泡影,如梦幻泡影。 请先看经本。 第三页 第三页 第一行 第三页 桓世藉者解釋荆提 大智度论语 有五二经 借数此安 二知聚空 十大彼岸 大智度论 在佛教经典当中 是一部很重要的论典 这一部 大论 在古印度繁文典籍里面 分量相当之大 听说有千倦之度 中国人一向喜欢简单 就怕麻烦 所以 已经的大师 为了在中国弘法 不得不讲大论 也像我们现在这个情形 把它戒药翻译 并没有完全依照梵文翻译出来 但是只有粗分 就是第一分 完全是详细译出来 后面的 后面都是取其经药 择药的翻译 已经有一百句之多了 那么这一部论典呢 是摩药般若波罗密经的筑筑 这就是我们通常讲的 叫大波罗经 跟那个大波罗还不一样 大波罗有六百卷 这个十四卷 摩药般若波罗密经 一共有三十卷 是这一部经的筑筑 在波罗部里面相当的重要 古德讲经 注经 引用大制度论里面的文字很多 所以我们常常会看到 在大论上说 有五这两种见解 也就是这两种的看法跟想法 都是此案 此案呢 也就是像经上讲的 轮回记 六道轮回的之间 不是佛菩萨的之间 佛菩萨的之间 叫正知正间 这两种见解 都是错误的 那么说有五 这是举一个例子讲 举一个例子 有五是相对的 换一句话说 凡是相对的见解 都是轮回见 一定要记住这一句话 人物是相对的 人物是相对的 真望是相对的 善物是相对的 那至于大小长短 不都是相对的 凡是相对的 反而是这些见解 都是轮回意 也就是情实的之间 真如本性里面 一念不生了 哪有对立的 没有对立的 所以必须 两种执着 也就是我们今天讲 相对的两边 都要离开 两边离开 心清静了 就是像古德讲的 本来无一无了 心清静 清静心超越轮回 轮回就没有了 为什么它超越呢 因为轮回是从望心建立的 相对的之间就是虚望 这样才有轮回 所以心恢复到清静 轮回就没有了 六度中不失失业 若不失业 则不利此境 众生不肯使 五观照正知 六度是菩萨日常生活的守则 必须遵守的原则 有六条 这六条里面 第一个就是不失 第一个就是不失 实在说 这六条 要是把它归纳起来 只有一个不失 不失里面有三种 有财不失 有法不失 有无微不失 持戒 忍辱 可以说是无微不失 尽尽禅定般若 是法不失 所以一个不失 就把菩萨的行门全部都包括了 所以不失非常非常的重要 不失的真正的意思 不失 不是叫你在寺院安堂里面去写一点钱 不失了 你要是这样看法呢 完全错了 不失是写 是方向 比如前面讲的 有无二间 你要把它舍掉 舍就是不失 如果不舍 有无二间 如果不舍 像本经所说的 我向人向 众生向 受者向 那就是凡夫 决定不能 出离六道 出离六道 一定要舍 一定要放下 菩萨修不失 也就是放下 就是舍 舍到无可舍了 连那个舍也不能要 还有舍的观念 依旧不能出离击 舍的念头都没有了 也要把它舍掉 这个样子 才涌脱三戒 此地这个戒 三戒 三戒就是轮回 众生为什么不肯舍 也就是说 众生为什么放不下 因为他没有智慧 没有看破 换一句话说 宇宙人生的真相 他不清楚 不明白 如果真的明白了 不需要 佛菩萨来劝你 你自自然然 就放下了 为什么自然放下呢 因为一切法都是虚妄 不是真实 包括我们自己的身体 不但包括身体 其心动念那个念头 念头我们讲心啊 心也是假的 也不是真的 身心世界 一切方向 这才恢复到清净心 清净心是真的 它不会变 清净心是永恒的 佛法里面讲 常住真心 这才是自己本来面目 禅宗里面 残旧的父母未生心 本来面目 真心就是自己本来面目 所以此地讲 无关照真知 没有智慧 没有把这个世间真相看清楚 不如波罗蜜 因为 不如波罗蜜 明圆满之光慧 古魏 在般若即是波罗蜜 般若跟波罗蜜 前面给诸位做过简单的解释 菩萨在修音的时候 还没有成佛 都叫做阴地 包括等着菩萨 都是属于阴地 波罗蜜就是观慧 就是像心经上讲的照见 心经里讲照见五蕴 是在讲五蕴 包括四处世界一切方 照见五蕴皆空 就是见到宇宙人生的真相 像是有体是空的 像有体空 那是真正的智慧 那么正到究竟谷位的时候 我们一般讲成佛 到成佛的时候 波罗跟波罗蜜 是一个东西 波罗是智慧 波罗蜜是圆满 智慧达到究竟圆满 究竟圆满 就是波罗智慧 是一 不是二 那么由此可知 在初世界 圣神佛法当中 假如还有二 就不能称佛 必须那个二也没有了 才能称佛 我们在六足谈经里面看到 这个六足大师 初到广州 都见到这个印宗法师的讲经 那个风吹的翻 风动翻动 有几位法师的 真问不修 有人说风动 有人说翻动 六足说了一句话 不是风动 也不是翻动 人的心动 印宗法师听到 这个人很不寻常 以后知道 他从黄梅得罚 这是无足任何尚的传人 欢喜得不得了 向他请教 吴祖当年在黄梅 常常说法 开始 就问他 有没有讲到涅槃 这是大众们 所熟悉的 产定的涅槃 能大师的答复就非常好 禅定跟涅槃是二法了 佛法是不二法 二法就不是佛法了 这种答复极高明 真正说到真实之法 印宗非常地佩服 这就说明菩萨 还有二的这个念头在 就不能够正果 不当不能正的福果 这个究竟福果他正不到 分正福果他都没办法正的 他的境界达到最高 天台家讲的相思位 相思再往上去 分正 分正他没办法 分正必须两边都摄起了 这才能正到分正的福果 分正福果就是华言经上讲的 法身大死 破一瓶无名 进一份法身 那个才得佛法真实地受用 所以如果我们看到 般若波罗蜜是二法 那自己就晓得了 这个分正果位 我们没有法子真的 这也是举例说 前面又无二间是世间法了 此地波罗波罗蜜是佛法了 佛法跟世法都不能止住 所以世尊在本经上说得很清楚 法上应识 活宽非法 识就是要离开 不能止住 这个不是说不要 罚我们要 但是不能止住 金刚 既于此观止 金提上金刚 就比喻 智慧 观察 事出事情 照了一切法 这种智慧 最尽 最利 最命 这是金刚的性质 如果在念佛法门里面来讲 最坚固 就是彼的性愿 念佛法门成功的条件 有三个 三字两 性愿行 我们的性跟愿要结果 行 就是支持名号 这句名号 能断烦恼 那就是利 利亏断烦恼 这句佛号 能破无名 那就是名 罪利 罪名 念佛的功夫 要绵密 大家不要害怕 今天 还有同学来问我 他念佛 念的功夫不得力 烦恼妄想 还事很多 一面念佛 一面烦恼妄想 咋念 多起来 这个不怕 这是很平常的现象 假如你要没有烦恼 没有妄想 那你就成佛了 你还要念佛吗 就是因为妄想 咋念多吗 才要用念佛的方法 可福吗 为什么 扶不住呢 你的功夫 还不到家了 你想想看 你的妄想 烦恼 吸气 五十戒就培养了 你念佛才念几天 怎么能够 服得住呢 明白这个道理就好 妄想起来 不要去理他 把精神集中 注意在佛号上 妄想就不要管他 佛号一直念下去 念久了 功夫得力了 这妄想杂念 慢慢就少了 几十道妄想杂念 没有了 只有佛号 没有妄想念了 这个叫四一心不乱 你得念佛三昧 念佛三昧 就是用念佛的方法 得到禅定了 三昧就是禅定 用念佛的方法 可以得禅定 得禅定的 就是没有妄想念了 这是四一心 继续再念 再一直念下去 念到无名破了 无名破了 怎么知道呢 智慧先前 破无名 不若智慧先前 也就像心经上说 你看到事出事件 一切乏的真相 完全呈现在面前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这个就是开了智慧了 不但现在的事情 你明了 过去未来都明了 这是智慧开了的样子 智慧没有开 没有妄想 那是得禅定 四一心不乱 所以从四一心 再提升 理一心 理一心 这个金利明 金刚这个明的作用 先前 古畏 古畏 欲如来 发身 金刚 不坏身 如来的发身 发身大司 就正德 所以正德呢 不究竟 不圆满 破一品无名 真一分发身 一直要把四十一品无名 断尽 挣到究竟的果位 发身才圆满 所以出注菩萨 就正德一分发身 这个发身叫 金刚 不坏身 那么这是金题 别提 七个字 简单介绍 大词地 这个题 对我们的修行 就有很大的帮助 我们记住 吉利明 我们今天 修 尽头法门 把金刚 融会在 三子粮之中 这样念佛 功夫自然 就得了 末后 金子 金叫通体 凡是佛所说的一切法 都称之为尽 金有很多意思 那么这个地方呢 只取出最简单的四个意思 这是通常一般所讲的 就是 灌是成法 这四个意思 灌是贯穿的意思 同学们 也许看过 佛经的注解 故人的注解 在经的前面 都有颗盘 表结一样 颗盘 再大部头的经 那个颗盘都盘得很细密 像我们常见的 大方广佛 画眼镜 这个葡萄很大 它的颗盘表结 就有厚厚的那么一侧 更大的 像六百捐 大薄肉 那个分量大了 它的颗盘呢 这么厚的本子 有好几本 我看到之后 真是佩服得 无体头地 颗盘 解释尽力 从颗盘里面去观察 才能够 发心 佛经 不简单 真正做到了 不能加一个字 也不能减一个字 加一个字呢 累赘 可以删掉的 少一个字 它这个颗盘就断了 就连接不上 看出 章法结构的 严密 这是 枯測的方法 那么从章法结构啊 就能够 看得出 它思想的 细密 条理 整整齐齐 丝毫都不乱 这观的意思 好的文章 能够符合 这个标准 像现在一般 报纸杂志里面 这些文章啊 不行 它那个文字 删掉一句 删掉一段 没关系 意思 还还不会错 再添一点也没关系 可以增减的 这个就是 不能符合 惯的这个标准 那么我们做中国的顾文 顾文 能够达到这个标准 第二个意思 是摄 摄是 能够摄受人心 这就比较上难了 这个意思 情而言之 就是你做了之后 是余罢不能 这就是好像那个磁铁一样 它能够吸引 它有这个力量 诸位看报纸 看一遍 我想不会再看第二遍 那就是没有这个摄取的能力 好的 小说 像中国古时候 这个四大部 像三国演义 水湖传 西游记 红楼梦 这是中国四大名著 你看一遍 还想看第二遍 但是 你要看个十遍 二十遍以后 不想再看 它这个摄取能力 只有这么多 就不想再看 但是 如果你要是读四书五经 那个摄取的力量就强了 可能呢 从你 小时候念起 那个红书都不聊的时候 还念不厌 越念越有味道 换一句话说 这种能力 可以摄取几十年 让你一生呢 都不会厌倦 每一度一遍 有度一遍的味道 这个力量就大 所以称之为精 佛经摄取力量 超过世间的电极 从我们触发心 一直到成佛 这一步经 都念不厌 你看这个摄取力量 又太强大了 佛门的电极 任何一步经论 都有这个摄取力量 多的变速越多 体会越深 我们通常讲悟处 他为什么喜欢多呢 每一遍有每一遍的悟处 所以充满了发喜 他才不会厌倦 越念越欢喜 第三个字 长 这个诸解上有了 长子三世不一 过去 现在 未来 我们晓得 佛讲经 拘定我们 现在 依照中国人的记载 老一辈的大德们 像虚音老婆商 印光法师 地弦法师 他们都采用 中国古代的记载 释迦牟尼佛灭都 到今年 三千零二十二年 外国人讲是 两千五百多年 我们中国历史上 记载的到今年 是三千零二十年 那么这是相差了 几乎有六百年之多 这个 实在讲 现在无法考定 除非 让释迦牟尼佛再来 向他请教 否则的话 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每一个人都找到证据 谁也不能够否定谁 所以这些争论 我们都把它卸弃掉 没有关系 时间是假的 空间也不是真实的 何必去计较 这佛法重在行门 自己真正心清净的 真正开悟了 那才重要 其他的东西也不重要 三千年前讲的这些道理 现在还可以用 三千年前讲的方法 现在也是用 这就是三世不一 我们世间有许多点击 就没有办法超越时空 现在有用 过几年就被淘汰掉 就没用 所以佛的这个典籍教训 永恒不变 万古成心 法则是解同尊 法是讲修行的方法 破迷开悟的方法 修行正果的方法 十法界的众生 十法界里面 包括佛法界 那佛还需要吗 佛要 因为佛里面 有很多不同种类的佛 我们要搞清楚 天台家叛教 有藏通别远 藏教佛 通教佛 别教佛 还要修行 原教的佛才是究竟圆满 所以我们讲 设法界 设法界 同尊 那就是讲的通教佛 藏教佛 通教佛 别教佛 要遵守这个方法 遵守这个原则 才能够达到究竟圆满 那么这样才称之为经 经具足这四个意思 有有静意 这个静是路 静是修行成佛的路径 这个静有道路的意思 是成佛之道 我们要循着这个道路 才能够超法入圣 静环游静的意思 就是照脸的那个静字 有这个意思 读经呢 要以经典的道理 经典里面所讲的标准 跟我们自己起心动念 对照对照 用经典照照自己的心 我们的心清静不清静 善良不善良 经典是一个标准 我们这个晶体的意思就讲到自己 那么后期来说 这个晶体像金刚一样 经过锋利光明的 究竟圆满的薄弱智慧 这是后期来说 佛说这部经希望我们 都能够因世尊所说的金刚薄弱 开启我们自信金刚薄弱的智慧 那么我们这一生一定过得 非常的幸福美满 而且在这一生当中 决定超约三界六道 往后决定是往成佛之道迈进 以至于达到究竟圆满的佛果 这是佛设这部经的意义 底下一段呢 显体 第一 是性质 也是世尊 摄经的理论依据 那佛给我们讲这个经 它依什么说的 我们今天凭什么讲的 都有个凭据 如果没有依据 怎么能够取信于人呢 叫这么多人相信 叫这么多人接受呢 一定要有理论的根据 说明佛讲的这些道理 这些方法 从哪个地方生出来 这个呢 就叫做体 写是写实 写明 让我们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我们对佛讲的理论与方法 信得过 能够相信它 一切大成经 借以诸法设相为题 佛四十九年所说 无非宇宙人生真相而已 这就是佛讲经的根据 佛是凭什么讲的 根据什么讲的呢 根据四十真相 没话说了 四十真相 不是它凭空理想 完全是四十 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 在佛法里面称作诸法是相 诸法就是宇宙人生 一切法 是真实 真实相啊 那么这是说明佛经 为什么值得我们相信 为什么值得我们采取 接纳它 它所讲的都是四十真相 而宇宙人生 这四个字 我们要特别认识清楚 宇宙是我们生活环境 不是跟我们没有关系 生活环境 人生就是本人 那么换一句话说 至尊所说一切经 无非就是说明我自己 跟自己生活环境的真相 诸位想想 还有什么比这个 对我们自己本身更亲切 没有了 找不到了 那么由此可知 如果对自己 对自己生活环境真相不明的 这就叫你啊 你就叫做凡夫 如果对于自己 对于自己生活环境的真相 清楚明白 这个人就叫狗 狗就叫做佛 叫做菩萨 可见的 佛菩萨与凡夫 只是对自己跟自己生活环境真相 迷雾的名称不同而已 除此之外 除此之外 哪有凡胜的差别呢 所以凡胜也是二发了 也不能执着 凡胜这个名词的来源 就是对这个四十真相 就是对这个四十真相 迷雾而说的 立开迷雾 确实没有凡胜这个名词 智者大死 以若今驻向飞向 今今如来 为晋体 古时候天台中的祖师智者 它有金刚经的注解 它在注解里面 在行体这一部分 它是取本经的经文 取这个经文的一句 若今驻向飞向 即今如来 取这一句作为本经的经体 就是世尊说法的一句 这个说得也很好 意思也很好 家卫能居是以神舌相为题 我们要注意在这个神子 神是什么 神气 我们原来迷了 现在又救过了 神舌相 其实三舌相 就是前面所说的 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相 世尊是以这个而说的 底下解释摄像 摄像 即是飞向 摄像 这两个字 很难体会 难在哪里呢 难在我们凡夫 他说 总是离不开分别执着 这个心有分别执着 距离摄像 原知原意 这个是般若最难懂的地方 佛说一个石像 我们就紧紧抓住一个佛像 石像 执着这个石像 那就错了 亲近心里头哪有这个东西呢 但是佛要不用一个这些假名词的话 那怎么说法呢 唯一了说法 表达意见 方便起见 不能不假设很多名词 但是你要从假设名词里 体会真实意 我们这个开经记里头 念着大家刚才念的 愿解如来真实意 要解如来真实意 不可以分别 不可以执着 也有分别执着就错了 所以世尊在此点 不能不说 石像即是飞像 这个意思叫你不要执着 此中飞自 是一切俱飞 空有双移双飞 这是佛经里面常讲的四句 这是根本的四句 我们齐心动一一定落在这个四句里头 不说落在有里面 就是落在空里头 要不然就是一有一空 非有非空 总离不开这个四句 这是佛法里面常讲的四句本非 这是佛法里面常讲的四句本非 非以不离 通通都非了 通通都没有了 你再执着这个非 那就又糟糕了 又错了了 非也没有 非相也没有 都少了 佛法・石像本来如是 真是如是 就是无以明知 强明摄像 很勉强地建立一个名词叫摄像 真实状况里头 丝毫的分别执着都没有 然后你就能够看到一切发的真相了 真相是向由提空 我们见不到真相 为什么呢 我们把向由跟提空分作两种四种 像是向提示体 不知道这两个是一种事情 这是我们没有法子开悟 没有法子懂得佛说的真实意 即使我们这种妄想杂念没有了 就是这个四句真的离开了 真的没有了 才晓得体相作用是一不是二 是一个整体 说体相用是一个整体 这里面真正的意思 净虚空变伐界是一个整体 你才见到真相 我们男的 我是我 你是你啊 他是他了 怎么是一体啊 你跟人家说一体 你就胡说八道啊 我没有办法了解一下 都是把这个假象当作真实 所以这个是佛的大经 神经很难体会 神经一定要用清净心平等心 你才能体会得到 像《无量寿经》 经题上交给我们修行的三大纲理 清净平等觉 清净也丝毫染无没有啊 什么东西染无呢 齐情无欲 情跟爱是染啊 怎样平等呢 没有分别就平等了 也有分别 那怎么会平等呢 那么由此可止 要立妄想 要立执着 才真正能达到清净平等 那个心是觉悟的心 如果不清净不平等 那个心是迷心 不是觉悟的心 不是觉悟的 我们修佛 就是要觉悟啊 我们修的什么 就是要修清净平等 在不清净里面 在不清净里面 修清净 在不平等里面 修平等 清净了 清净了 清净平等心 清净了 宇宇宝 宇宙人生的真相大 这才见到 我们学佛是学这个 不是学别的 世相如是 没有办法称呼他了 不得已给他起个名字 叫十相 我们再翻开 我们再翻开 底下一步 离 就离相 离一切相 离一切法 这是世尊在大臣经上常说的 离 给诸位说 不是离开人 意思不可以做灰了 离是不取的意思 不取就是不止住 心里面不要止住 世上不能离开 世上离开了 你就错了 世上要离开了 你就落空了 心里面执着 你就坠有了 心里面不执着 世上 世上 努力认真去做 这样叫空有念边都不执着 念边都不去啊 也就是本经在最后 教导我们修行的总纲里 两句一记 这个是谈论到修行的 总原则总纲里 两句就是 不取相 如如不动 这两句 如果我们用最粗浅的话 来说明 不取相 不受外进的诱惑 我们知道 现在修行人 为什么不能成就 不要说 在家同修 难成就 出家人一样 也不能成就 原因是什么呢 受不了五欲六成的诱惑 六根结束外面境界 就起贪嗔痴慢 外面越严忧 里面就动心了 这怎么能成功 你要想成功 说老实话 外面不被诱惑 里面能做的时候不动心 这样才能成功 这叫正功夫啊 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 功夫都在里 念佛可以得一心不乱 参禅可以明心皆心 学教可以大开圆解 关键就在这里 你还会不会受外面境界优惑 所以 这样 深的经典 这样重要的经典 释迦牟尼佛在发起这个经 完全在日常生活当中 在平常生活当中发起 意识在此地 佛达到究竟圆满的果位 每一天还出去托波 不受这个世间荣华富贵的诱惑 他真能放得下 不受诱惑 内心确实如如不动 所以世尊的表现给我们看 学道 无论是在家出墙 要想道业成就 要记住世尊的念安之明也 第一个是 第一个是 以苦为思 你要能吃苦 能吃苦 不会被外面诱惑 以戒为思 我能守规矩 我守本分 一个人能够守规矩 守本分 喜欢吃苦 这个人 这个人就有成就的本钱了 有这一生修行成功的资格了 不肯吃苦 不肯吃苦 不肯受罚 你修得再好 说老实话 决定出不了轮回 从前出家人 修道人 没有财产 住的这个道场是方常住 不是拿个人也私人有的 真的是平生啊 现在出家人不一样 现在父生啊 从前出家人修行都能了生死出三戒 现在出家人呢 这佛门也常讲 地狱门前生到都啊 现在出家人将来到哪里去往生呢 到地狱啊 你说多可怕 所以我们一定要有高度的紧急性 现在出家人 怎么说父生呢 供养多了 从前这个出家人 没人供养啊 人家一般信徒供养 是供养常住 而不供养啊 过人 过人纵然得到供养 都交给常住 所以没有私财 没有积蓄 现在出家人都有私财 都有积蓄 有不少 有不少 比在家人富有多了 这个我们要晓得 那么贪图这些 这个东西 正常贪心 不是好事情 财富正常贪心 没有的时候没有贪心 心还在道 老师念佛想往生 这个钱多了 多了还想多 贪心越来越重 就放不下了 那么现在出家人 你说不接受人供养 也不如法 怎么办呢 这你接受来 那个地方就不是 辗转出去 这就没事了 不可以继续 继续要知道 古报在三国道 人生光阴很短很短 实实在讲讲 这不值得 要是堕落这三国道 那个时间可长 亏就吃大了 要有高度的紧急性 要记住佛的教训 不取余相 如如不斗 在家修行成就 说老实话 说老实话 还是这件句话 在家人富有的很多 你如果看看 居四传 大藏经理居四传 在家修行成就 不少是大副长者 不少是大副长者 他自己的生活 还是很简单 很朴素 他有福报 他有财富 他那个财富 不是给大众 让社会大众共享 他不自己想 他让大家共享 那个佛报是越来越大 佛报越大呢 那个社会大众 想他的福的人越多 他给大众广结发言 这叫真真有智慧 古今中外 这些例子 我们看到很多很多 所以佛这两句话 不仅是出家人遵守 在家人要成就 还是这个原词 换一句话说 没有两套标准 标准 只有一套 没有两套 这是讲 你要想真地了生死 出三戒 一定要遵守 无以明知 强明为生 生世相 也没有犯法 也说不出 没法子说 不得已 给他起个名字 生世相 文字全是世相 文字跟言语都是工具 是世尊 教化众生的工具 观照呢 观照呢 是照观此实相 言语文字全是说明而已 用言语用文字 把这个四十真相说明 你要得受用 你要得受用 你要得好处 要用观照 观照 观察 倒是用智慧观察 不是用侵蚀 你用智慧 你用智慧 你仔细去观察 你逐渐逐渐才了解 四十真相 十相 十相 薄弱 在圆满 现前 到变安心 这个观察 我们刚才讲了 要用智慧 不能用情识 情识跟智慧 从哪里分别 有分别 有念头的 就是智慧 没有分别 不动念的 就是智慧 诸位群体会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 观照要用什么 要用清净心 平等心 清净平等心 观察一切法 就是观照 如果齐心动意 分别执着 那就不是观照 齐心动念 分别执着 决定不能了解 佛的真实力 纵然你会说 说得天花乱坠 你会写 你的著作等身 全是反复之间 全是轮回心 用轮回心 用反复之间 来解释佛法 佛法也变成世界法 就不是佛法 这我们不能不知道 所以佛法要醒 不再说 如果心底 真的清净 一个妄念都没有了 真的做到 清净平等了 给诸位说 一切世界法 都是佛法 哪一法 不是佛法 都是啊 心不清净 大方广佛华眼睛 也不是佛法 诸位 细细去体会 这个意思 你才不至于 识错了 佛法 学佛 学了一辈子 原来学的 全是世界法 由此 我们也能体会到 金刚薄弱的重要性 金刚薄弱 在今天 对我们真正 当头一棒 把我们打醒 不可以再错用了功 那就叫真可惜 可惜我们的光阴 可惜我们的经历 本经之文字薄弱 观照薄弱 欲入金刚腾 这是把金刚 金利明 比喻 本经的文字 本经教人 观照的方法 一切能 利益 一切住相 这是金刚经 修行 重要的原则 利益 一切相 利益 就是不取 不执着 不但世间一切法 不执着 佛法 也不执着 出 母亲 断烦恼 神 神 断烦恼 我们的 施相 薄弱 不能掀起 施相 薄弱 是我们 每一个人 自信里面 本来具足的 不是外面来的 为什么 本来具足的 施相 薄弱 现在没有了呢 就是因为 你有魔镜 你有烦恼 摄像薄弱 像太阳一样 魔镜烦恼 像云彩 下雨天 云才把太阳 遮住 不能现前了 金刚般若 能把这个乌云 化解掉 使太阳光明 又出现了 神石像 所以这个经典的理论方法 确确实是能够除魔镜 能断烦恼 烦恼吸气重的人 对这个经典所说的理论与方法 应当特别留意 佛是一 这个四十 为我们说这部剧 我们了解佛射精的根据 那我们可以信得过 道理方法 境界 我们都可以不怀疑 所以形体 它的目的 无非是建立我们坚定的信心 信为入道之门 我们对它不相信 那就没有法子了 所以 事出世界 求求 修道 成功与否 关键 在老师 你要找到一个好的老师 来教导 这个老师不但是 有修有正 他自己要真修 他才有体会 而且要跟自己 要有缘 怎么有缘呢 再好的老师 对你也起不了作用 什么缘呢 你对他很尊敬 这是最重要的缘 因为你尊敬他 他讲的话 你就听 你就照做 如果对这个老师 没有恭敬 老师教导 耳边风听不进去 也不照做 那就一点用处都没有 所以跟老师的语言 再次提 就是你心目当中最凉目的 最尊敬的 你跟这个人学呢 决定有成就 这个都是这样的 信心重要啊 所以信为道远功断目 这华语经上所说的 下面这一段呢 叫明宗 宗是宗旨 是修行的纲领 我们对于今天的理论 处处明白了 我们信心有了 有了信心之后啊 你看他为什么不讲解呢 信解行政呢 他为什么不讲解就讲行呢 就说明了啊 心重要 佛法自始至终啊 着重在心 你要争取干的 纵然不解 你肯行 你能成功 解得再透彻 你不肯干 还是等于零 他是不能成功 所以在前面 总纲领里面 他不讲解 他讲行 道理在此地 而在事实上 我们也能够 观察到 自古至今 有很多没有听过经 没有读过经 完全不解 老师叫他念一句阿弥陀佛 他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 真的他证得 思义行不乱 理义行不乱 往生的时候 站着走的 坐着走的 欲知实至 他也不生病 很多很多 证明啊 心比解重要 解是为什么人说的呢 为那个信心不坚固的人说的 半信半疑 这给你详细讲解 建立信心 真的完全相信了 懂不懂不要紧 念到心清静了 自然就懂了 自然就开悟了嘛 何必要费那么多口舌 那么由此可知 世尊四十九年讲经说法 为那些人 就是为那些信心不坚固的 慈悲到了极处啊 上知之人 特别聪明智慧的 佛一说他就懂了 不要讲废话 他就明了了 就开悟了 这种人好多啊 第二个下狱 狱人他不需要懂 讲那么多我不懂啊 我不要听啊 我老师念就好了 他也成功了 这两种人好多 最难的当中办调子 说上不上说下不下了 所以佛为这些人 讲经说法四十九年了 我们就是当中这一届的 不是最上的也不是最下的 最上最下都不来听经啊 他们功夫正得利他不来 凡是来听经都是这个当中的 这一家人啊 最难度的 这就说明他为什么不用结 特民宗 讲修行 中这修业 修是修真 是修理 主要明了这个字的意思 换句话说 我们有了错误啊 才要修正 才要修理 什么地方错误呢 我们对于宇宙人生的看法错了 想法错了 说法错了 做法错了 惹出许许多多的麻烦 这个麻烦就是六道轮回 六道轮回是从错误当中产生 产生的假象都不是真实的 笑虽然是假的 我们受苦可不假 就好像晚上睡觉做梦 我们知道做梦是假的 但是你在梦里面呢 受苦受落 那个不假了 你做个梦 下了一身冷汗 那个不假了 梦是假的 那个下一身冷汗是真的 不是假的 你在六道里的受苦是真的 因此修正就有必要了 修行 行是行为 行为包括刚才所说的 间接思想是心理的行为 我们讲一业 我们讲一业心理行为 口是言语 声是造作 声口意 三业的行为 错误了把它修正过来 这个叫做修行 那么由此可知 修行在哪里修 要在起心动念的时候 一个念头起了 马上就要心肠 我这个念头 是是 是非 是善 是窝 念得很清楚 是窝的 不善的 马上就戏掉了 所以从起心动念出 修正自己的行为 这个叫修行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误会 修行一定要剃头发 一定要吃长斋 一定每天敲目于念经 那才叫修行 那是修行的样子 表演给人看的 真正修行在齐心里 动念之处 精益之主体虽显 前面一段陷阱 非修莫阵 前面讲的 舍相伯弱 你要不是真修 四十真相 你还是见不到 你今天读今 听讲 听说有这么回事 自己没见到 那个不管用 听说不管用 一定要自己亲自正得 你才能得受用 度尽文法 别以儒书修行为主 今要读得熟 为什么要熟读呢 师尊在经典讲的一些道理 方法我们牢牢记住 时时刻刻 不忘记 这是我们修行的标准 我们齐心动念 言语造作 想想跟佛在经上讲的 相应不相应 跟佛讲的一样 我们很欢喜 我们的知见 皆行正确 如果我们的想法看法 跟佛经上讲的不一样 你要记住 我们错了 佛没错 佛教给我们 要生清净心 要生平等心 要生慈悲心 有人说 不行了 这什么事都不能办了 那到底是你错了 还是服错了 什么事都不能办 那不是佛错了 说实在话 佛没错 你错 你今天认为 办事情 要狠心 要拉手 你的事情能办成功 殊不知 佛办事情比你高明多了 你今天办事办成功了 你的属下对你 很怕你 心里并不服 心里并不服 佛菩萨办事 叫人心服口服 甘心情愿 甘心情愿替他做 岂不比你高明多了 你哪里比得上佛啊 这个本经 虚佛地尊者说过 神结一句 你对佛的经典 结的钱不行 要生结 生结之后 你才晓得 如何运用在生活上 如何用在你的工作上 用在厨师 待人介物 那才是高明 这高人一等 一定要 身结义趣 儒教修行 所以佛法是以修行为主 修学唯以物心性为主 禅家所讲的 明心尽信 修行以什么为主 以明心尽信为主 这个非常重要 但是 你要明心尽信 你一定要修亲尽信 禅家是用禅定的方法 使心恢复到清静 到相当深度的禅定 这才能开悟啊 《楞严经》上说得很好 静集光通大 这个心境 静到极出 就放光明 那个心气作用 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 你的信德完全恢复了 禅宗将说 大车大五 明心皆信 这是我们修学 主要的目的 心性显露了 不但智慧透出来了 给主说 福报也先情 福报虽然先情 福菩萨不受 像释迦牟尼佛一样 成佛 佛的福报 圆满的 他不享受 他每一天还出去脱波 还出去当他的苦行僧 不受 这个不受 是大慈大悲 做一个修行的榜样 给大家看 要这样 才能够 明心皆信 才能够达到究竟圆满 如果 祝福菩萨在果地上 佛报现前 他都享受了 他是可以享受 不能教化众生 众生一看 佛菩萨 你看你们都享福 你叫我们修苦行 谁相信 都不相信了吧 佛叫我们修苦行 他要先修苦行 跟我们做个样子 我们才会心服口服 我们吃苦 以为真的吃苦 那佛修苦行 佛苦不苦呢 没有 为什么呢 佛的心清净 佛的心平等 还有苦落 不清净了 不平等了 所以佛在苦中 没有苦受 佛在落中 没有落受 他的心 永远是平等 永远是清净的 不像我们凡复行 真的有苦有落 他没有 那才叫真落 所以这个 利苦得落 这个苦里面 包含我们所讲的苦与落 落还是苦 苦落两边都离开了 那叫真落 最利苦得落的落 不是苦落之落 苦落的落还是苦 还是有问题的 这个佛法教学大分呢 就是宗门教相 宗是禅宗 禅宗不注重文字 不注重金教 他注重物心 注重在这个 一文字 奇观照正实相 为之教相 所以禅宗戒淫的对象 是什么人呢 刚才说过了 上知 下雨都会有成就 像我们这些人参禅的 不会有成就的 不够资格 我们这些人呢 要从教相 要从经典来研究 来探讨 然后依照经典的理论方法 来修行 我们走这条路 这叫教相 此佛家自称宗教也 所以我们佛门 自己称宗教 诸位一定要想得 跟社会上一般人 讲的这个宗教意思 完全不相当 佛家讲的宗是禅宗 佛家讲的教禅宗以外 那个派别都叫做教 在中国 总共有十个宗派 除了禅宗之外 其余九个宗派 都叫做教相 所以佛家称宗教 是这个意思 跟社会上一般 讲宗教的意思 完全不一样 这是我们学佛 必须要辨别清楚的 现在学佛 很难有成就 原因在哪里呢 原因是佛教变成宗教 而以宗教徒的 对于宗教的狂热 这种心情 来修佛呢 佛是变成宗教 宗教当中 如果你心很清静 很善良 来生的果报 人天福报 换一句话说 佛法里面真正修佛的目的 与你好不相干了 你的路全都错了 你把它当作宗教来看待了 当作宗教来修佛了 这就错了 不但禅宗是以物心心为主 教下也是这个目的 只是方法手段不相同 方向目标决定是一致 净土宗念佛求生净土 还是这个方向 还是这个目标 古德说得很清楚 很明显 但得见弥陀 何愁不开悟 我们业掌重 烦恼稀奇重 参禅不开悟 严教也不能开悟 这才没有法子 老师念佛求生净土 见到阿弥陀佛了 就开悟了 阿弥陀佛了不起 他有大智慧 有巧妙的方法 我们跟他学很容易开悟 这就是修净土 社在家 就是社方一切诸佛 菩萨为我们介绍一个最高明的老师 你去找他 准没错 是这么个道理 是这么个道理 同时呢 生到西方净土 永托轮回 不再搞这个生死 聊生死托轮回 一往生西方 这个目的就达到了 智者大死 以摄像之慧 修无相之谈 为本经之奉 智者大死 解释金刚经 都是取金刚经的 这个经文 经义 来 作为 刚灵 为我们介绍 修行的方法 以实相的智慧 真实智慧 修无相之谈 谈是不实 什么叫无相之谈呢 不着相 不着相啊 就是真实的智慧 不实 不实 完了之后 心里面 痕迹都不露 这个才叫 无相之谈 不像现在人 现在人修个布施 名字都要刻上去 永远不要忘记 建道场 它布施一个柱子 那个柱子要写上 某某人不捐 捐献的 着相 所以要记住 要立向布施 那才是智慧 着相的布施 是感情 情识 念念不忘 我做了多少好事 我做了多少功德了 其实 你要把金刚经缠透了 你就了解 那全都错了 所得的果报很小 三界之内 有漏的佛报而已 如果是无相的布施 那个佛德不可诚量 纵然修小福 得大佛德 为什么会得发大佛德呢 随他这个心量 净虚空编发金 那个佛报多大呢 诸相的福有界限 所以你修大佛报 得的是小福 得的是小福 如果能够立一切相 小福得的是大福 修小得大 这是世尊在本经里面 说的很多 也说的很详细 这个是本经修行的宗旨 就是修行的高灵 将注以立一切相 修一切善 为本经一提其修之妙众 其实江文农农师所说的话 跟志尊大师没有两样 江文农师是近代人 所以说的言语前写 文字前写 我们看得很容易看出来 志尊大师是古人的 用的这个文字比较上深 是一个意思 要立一切相 不住有 修一切善 不住空 空有 两边都不住 这个就是福获本经 这个世尊教导的精神 接着看底下一条 本经修宗 在无住二字 寻经灌门 行门 尽在其中 当年六祖 慧能大死 听任和尚 讲经刚经 讲到 应无所住 二生其心 他就明了 我们俗话讲 他开悟了 这业悟 一切都悟了 所以底下的经 不要讲了 完全通达 不但金刚经通达 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经都通达了 不但佛法通达了 世间一切法也通达了 没有一样不通达 这个才叫做大车大悟 明心皆心 于是后人就认为金刚经就是这两句话最重要了 其实不然 主要知道 过人的机缘不一样 六祖会能在这两句开悟了 我们在这两句依旧没有开悟 其实金刚经上 每一字每一句都能叫人彻底救 各个人的机缘 我想通 但是无助身心 也的确是金刚经很重要的修学纲理 这个倒不是假的 无助就是不知主 一切法都不知主 世间法出世间法 空有二变 统统不知主 慧能大肆的根性 实在讲 就与常人不相同 他出境无助的时候 无助问他 你来想求什么 你到佛门里面来拜佛 你想求什么 他求的跟我们求的就不一样 你们诸位每天来烧相拜佛 求什么 求法财 求圣观 求保佑健康 长寿 保平安 求这些 他不一样 他大夫的说 他是来做佛的 你看看这个口气 了不起 他到佛门里头来的时候 是要来做佛的 我还没有看到第二个 这个入佛门来拜佛 他是想着做佛的 还没听说过来 所以我多无量寿经 我对于法藏比丘 我佩服的五体头地 他比六祖高明 六祖只说做佛 你看法藏 在这个世间自在王佛面前 佛问他 他不但要做佛 而且要超过祝佛 六祖说的做佛 还没有感受超过祝佛 这阿弥陀佛在因地 不同凡响 他要做佛 要超过祝佛 所以看这个人的心愿 不一样 你看 他改正 神秀法师的那首祭祀 与金刚剑修行的方法就相应 沈云秀要实实情佛师 他老人说 本来无有 无助就是本来无有 你看那个心多干净 关门行门 这个两句 我们要很清楚 很明白地认识它 关就是你对于宇宙人生的 看法想法 这叫关门 你是怎么个看法 怎么个想法 行门呢 就是生活 就是我们日常生活 换句话说 你是怎样过日子 你怎样生活 那叫行门 凡复的生活 过的是苦海里面的生活 诸佛菩萨的生活 是过得圆满智慧的生活 我们如何要脱离苦海 过佛菩萨 高度智慧的生活 这叫行门 关门行门 修学的精华 修学的刚铃 都在这一部经当中 而这一部经 越往后面去越精彩 越往后面去越明显 前面所讲的半吞半吐 后面的完全说出来了 这金刚剑的味道很浓啊 换一句话说 金刚剑也很难讲 要把后面一次说出来了 忽然现在听起来好听 到后头没得讲了 所以我们也必须 在前半部 也是半案半明 透一点消息 到后面才有多讲了 否则我们到后头都没得讲了 不过 我们后面重要的意思 在前面还是要提出来讲 什么原因呢 我们到场听众 不是学校学生上课 由今天来了 后面他没有机会 他没有机会来听 要听不到精彩的东西 岂不可惜吗 岂不是辜负他们吗 这个是 现场顾全到现场同修们 当下的利益 我们也就顾不了许多了 所以由先来 由现在能够听 后面可能没有机会来 有的人前面听不到 后面才来 这种现象在佛门讲究是非常普遍 必须统统能够顾及到 所以这是关门跟行门很要紧 大制度论文 人 般若要止 在立一切法 进一切法 立一切法 是无助 集一切法 是身心 这个身心跟无助是一一不二 我们把它看成两个 那就又看错了 无助跟身心是一桩四形 是同时的 没有先后 没有次第 身心 身心就是无助 无助就是身心 身什么心呢 身自度度他之心 所以身心呢 决定不能止住 决定不能住 住不得 一住就错了 一住就迷了 这个住简单讲 就是着想 执着 一有执着 就错了 一有执着 心就不清静了 心里头 有义无了 不是能大师所讲的 本来无义无 那你有了义无 有义无 就错了 所以无助跟身心 是一桩四形 明白这个原理 然后你就能够体会到 空有是一桩四形 争妄是一桩四形 善物是一桩四形 是非是一桩四形 人物是一桩四形 情与无情 同缘中至 静虚空变法界 是一个整体 是一个字体 你要能够领悟到这一层 歧入到这个境界 那就恭喜你 你真的清津发生了 你不是凡夫 你已经是发生大事了 那么师尊讲经说法 真正的目的 就是希望我们能够 歧入这个境界 证得这个境界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此理 你不能够 才能够再次订阅 你能够帮个人 这样子 你能够帮个人 你能够帮个人 比较大事 与你不过 你不过 好 的 你不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